大家好,欢迎回到微信公众号JS全面开发实战的课堂 那么今天这一课呢,我们继续这个微信公众号问答系统的开发 那么这几课我们会实现这个功能最核心的功能,就是问答功能 那么这一课的内容主要分为以下四点 那么可能会把它划分为两个小节 就是上下两部分 那么第一点是我们会做数据员的分析 那么我们这个问答系统会基于百度这个强大的搜索引擎去实现 那么我们怎么获取百度的这个数据员呢 那么百度本身是没有提供这种开放的搜索API的 那么第二个是用这个chip 就是我们在抓取数据的时候会使用一个软件包叫做chir.io 那么它是在node端提供了这个类似于jQuery那样强大的一个dom解析和dom解析 以及用处理的方法 那么接下来呢是重头戏就是实现这个完整的问答功能 那么怎么把数据抓回来 然后从里面提取出这个想要的数据 然后把它转回给用户 那么最后呢是把这个用户的问 就是问答历史跟这个用户关联起来 存储到我们的这个mongoDB数据库里面来满足这个后续的其他功能需求 好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实际演示的阶段 那么首先呢我们比如说可以打开这个百度 然后呢刷新一下 那比如说我们搜索这个清华大学 那么它反过了一些什么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它反过了一些什么结果 那比如说如果用户搜索了清华大学 那么我们想给用户返回这一部分内容 那么这部分内容我们来研究一下它这个搜索结果列表 那么可以看到呢 它返回的结果里面 多数都是这个叫Ccontainer 那么每一条结果呢都是一个Ccontainer这个类 那么下面的大家应该都可以看到 这就是百度搜索结果的这个分布 就是这个DOM节点的组织规律 那么这里面呢有这个标题 然后呢还有这个摘要那么C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内容 那么还有下面这是其他的内容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简单的问答系统来说 它的数据就不需要了 那么百度本身 它没有对这种搜索提供官方的API 还做了各种这个反轴臂的设置 那么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那么在这一课程里面 就是我会来介绍一个 外来的一个工具叫做ChairIO 那么这个ChairIO呢 它是一个 就实现了这个JQuery 各种这个API的一个 Node.js的酷 那么就是你可以在Server端使用 那么使用它的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就是它的introduction部分 那么它可以用这个ChairIO.load 那么你可以传给它一个这个一大段HTML 那么在我们这个系统的上下文下面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百度的那个搜索结果 就整体的抓下来 然后呢 把它传给ChairIO 然后从里面选取我们需要的元素节点 然后再把这个节点里面的内容找出来 然后把它返回给用户 那么这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过程 那么ChairIO本身呢 其实支持这个所有 就是几乎是所有这个JQuery核心的方法 那比如说是Dollar选择服务 然后attribute remote attribute 然后find parent 然后next 就是各种JQuery的方法 它都能支持 好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假设大家对JQuery 已经有一些熟悉了 JQuery API 那么如果没有用过JQuery的话 去看一下文档 也是很快可以熟悉的 那么在我们把真正把内容获取到之前呢 就是塞给这个ChairIO之前呢 我们需要使用另外一个扑 叫做request 那么在客人的前半部分呢 相信大家都有这个接触 那么这也是一个比较强大的扑 好 那么废话就不多说 那么接下来就是进入11的编码阶段 那么我们得需要先在 我们的仓库里面安装 CheerIOrequest这两包 然后把它保存下来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打开appcontroller 然后wechat这个controller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把需要的两个包包含进来 就是为了测试这个百度的这个流程呢 我们可以先写一个test.js 那么在这个里面 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直接把这两个copy过来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我们可以把百度的这个搜索的UIL简化一下 后面有这么个参数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一个完整的UIL 那么直接调用request 叫get 那么他的UIL是 我们先给他传个英文 然后呢 这个requestget是接受一个毁掉 那么这里面有error 然后response 那么还有一个body 那么这个body呢 就是实义的html内容 那么在这里面呢 我们需要const$等于 chrio.load 那我们需要 其实需要先判断一下 if error 如果出现了错误 那么要怎么做呢 return console.log error 好 那我们把它漏了进来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就const results等于dollar 那我们需要把它的搜索结果拿出来 就直接用result ccontainer 这个选择符 那么它是两个选择符 接在一块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 这别写错 这两个class之间是没有空格的 好 那我们直接concler.log results their length 那么results.each function iterm 那么这个意识方法 跟这个数字原生的for each方法 参数有些不太一样 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就直接const 直接就const nodeiterm 等于dollariterm 那么concler.log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把这个搜索结果里面的a链接 比如说我们要把a链接撒回回来 那么就nodeiterm.findh3a 然后呢 我们把里面的这个abstract 写出来 好 那我们写了一个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么现在呢 我们直接nodetest 好 那么它这个地方它报错了 我们直接把这写成一个keyword 这有语法错误 抱歉 那么它的结果是零 那么我们把body打出来 看看它的结果 那么可以看到呢 这个百度针对这种普通的请求 它直接返回了这个 一个刷新页面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 这个就是百度在反作弊方面做的一些工作 那么我们打开这个五个浏览器的网络面板 好 那么直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看一下这个主文档请求里面带的这些头 那我们呢 把这些头都带到我们的这个请求里面去 比如说这个user agent 那么再比如说这个cookie 那我们先只带个user agent 然后尝试一下 然后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这个我们的结果 就是目前这个搜索结果已经能正常的出来了 拥有9条结果 我们把这个body的打印把它去掉 然后这个地方的选择符呢 有一点问题 就是这就是失之好 离差之千里好 现在我们的结果呢 基本上符合预期了 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 就是我们只需要带上user agent就可以了 那么这里呢 这个会有一个 就是可能多数人会忽略的地方 我们传给百度的这个搜索词 一定要用这个url 就是encodeuricomponent 一定要把它编码一下 不然的话你传的中文 会出现比较奇怪的搜索结果 好 那么这里面相当于我们把所有的结果输出出来 那么这段代码呢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放到我们这个vtd中间键里面来使用 那么我们接下来到下面来做一下实义的开发 这里面 就是如果message.message.type等于text 就是发送的是文本消息 我们才处理 那么else 我们就replay一个文本消息 无法处理的消息类型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会判断 ifmessage.content 那么这个代码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的可读一点 直接这样写 如果没有提出任何内容 那么你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说它message.type即等于text 然后message.content 又不为空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直接把我们那一段代码 test里面的那段代码把它copy过来 然后不让它自动换好 然后不让它自动换好 那么我们这个keyword 直接把它替换成message.content 那我们在这里面就如果发生了错误 这里面我们就不应该concel logerror了 那我们直接就concel.error 然后return reply 寻找答案是发生错误 那么如果是就是没有出错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需要判断一下 if results. lens.lens等于0 那么我们直接要return 没有找到任何答案 那么我们在这里面就concel.result等于result 从结果集里面取出第一个 然后呢 我们现在不需要来便利这个几何了 那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说 answer等于 那我们需要判断一下answer是不是空 我们就不用fl 直接reply reply answer 好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这个主体就基本上开发完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接上我们的这个公众号 然后做一下简单的测试 好 那么我们打开我们这个 gop服务的这个进程来看日志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接上这个我们的手机 然后打开微信 然后在订阅号里面找到这个我们的接口测试号 然后切换的对话模式 然后给它发送一个清华大学 那么可以看到呢 它发的内容就是我们给它设计好的内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给它发 比如说北京理工 大学 那么这里面其实你可以问任意你想问的问题 比如说是 北京 今天 天气 如何 复合 那么它反复的结果呢 不一定是符合你预期的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这个简单的问答功能呢 那么已经就是就开发完了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在这里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会带领大家完成这个问答的历史记录 就是问答 就是问答 问答这种数据的入库 那么下节课 那你应该得到什么下节课呢 于是